大家好,今天要和邱铭分享的话题是 两败俱伤,韩德军将离队回归成疑 两民遭重创,摇篮争冠,节外生智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辽宁那样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在近期进行的辽瑞大战上面 爆发出了激烈的冲突 辽宁队囚然韩德军 如广东队囚然维姆斯 在场上面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随后,CB领赛也是开去了重磅法弹 韩德军和维姆斯将会被禁赛多场 尤其还有巨额的罚款 其实现在的这个结果 对于双方球队,双方运动人而已 都是两败之伤 本来是一场巅峰对决 辽宁队在整体实力上面占优 拿下比赛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尤如在场上面出现意外受伤 再加上大韩请示失控 最终导致闹嘴的发生 那么最后 韩德军也因为自己的不理智 遭受到临赛的重罚 那么尤其更为糟糕的是 根据辽宁队最新的官传消息形式 韩德军因为受伤的染影 将会离开长春赛去返回沈阳治疗 尤其是韩德军现在不只是遭受到了 鼻子骨折的伤病 尤其是引球也是出现了水肿的情况 甚至影响到了视线 那么这就给辽宁队接下来的比赛 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那么韩德军的伤势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够调缘好 等到韩德军竞赛完了之后 是否能够按时回归球地 都存在着了较大的疑惑 因为韩德军要想登场比赛 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执行完所有的竞赛场次 第二个条件就是韩德军的伤势要传入 否则的话作为一名老将 韩德军不可能冒险上场打比赛 即使韩德军乱业 辽宁队也不会冒着大喊受伤的风险 让他登场让他回归球地 因此韩德军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回归球地打比赛 现在谁也无法给出答案 这对于少帅扬明而言 真的是遭入到了重创 从表面上辽宁队内心实力雄厚 作用了四大内心球团 韩德军 朱永正 傅豪以及李小旭 但是傅豪和李小旭 其实都是四号位球团 如果让他们打五号位 并没有优势 甚至还会遭到对手的针对 因为傅豪和李小旭的身高有幸 然后在内心的防守能量也一般 在这种情况下 辽宁队能够信赖的五号位球团 实际上只有韩德军和朱永正 现在韩德军 殷商即将拟队 而朱永正在近期遭到阳明指导的器用 主要原因还是朱永正在场上防守不够努力 因此阳明也是不满意小朱的状态 那么最近的比赛很少让朱永正登场 那么现在韩德军即将离队 朱永正如果说回归球队阵容的话 很长时间没有登场比赛 朱永正的状态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而且朱永正在内心的防守能量确实不是很强 这给辽宁队接下来的争冠之路也会埋下隐患 那么对于辽宁队而言 本赛季迎来的梦幻开局 本来球队一帆风顺 如果不是闹出了这场闹主 辽宁队本赛季争冠的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现在犹如在球场上面 屈性侵蚀失控 导致遭受宁萌重罚 同时辽宁队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尽 因为在事情爆发之后 有部分气氛的辽宁队球迷 对广东对外人维姆斯 进行了恶劣的入影攻击 这让辽宁队的整体形象也受到了影响 这种种坏消息 对于辽宁队 这个争冠真的是结怪甚至 小米朋友们认为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